我移栽这颗蓝雪花 这颗蓝雪花是去年的时候牵插的 我打算把它做成一个棒棒糖式的蓝雪花 就是下面保留一个主干 然后让上面出现这种爆盆的效果 这个是去年的时候牵插的 当时牵插的时候枝条特别小 所以直接把它放在这个小盆中了 现在它生长速度还比较快 想让它生长的健壮 想让它生长的大一些 这个花盆就显得特别小了 今天我来给它换一个花盆 今天给它修理一下 把这种枝条用来切除一下配土 这个蓝雪花它是喜欢微酸性的土壤 所以我在营养土中给它加入 两层的松枝土 然后给它加了一些核杀 保证它这个土壤疏松透气 我给它在这个土壤中 加入一些这种微生物菌剂 这个是可以调节一下土壤的酸碾度 而且还可以保护根系 提高植株的抗病能力 增加植株的火性 给它插入一些 对蓝雪花生长非常好 然后给它调配在一起 首先在花盆的底部放上一层土壤 还加入一些这种干氧粉 这个呢可以调节一下土壤的酸碾度 可以保持一定的肥力 然后呢再给它盖上一层土 然后我把这个蓝雪花脱盆 稍微打散一下它的根系 让它的恶心根露出来 然后找一下高度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花盆呢 是低矮的加伦花盆 防止它这个底部的土壤 过多积水 然后给它浇透水就可以了 先放在散射光的地方 让它缓上几天苗 再逐渐的接受光照就可以了 如果想把它修成棒棒糖似的呢 把它底部的这个侧芽呢 都给它剪掉 这种侧芽呢 可以拿来牵插 这种小芽也是可以牵插的 把底部给它修理掉 然后呢再给它绑上一个木棍 让它往直立的方向生长 什么时候想让它开花了 我们也给它打顶 让它把底部的侧芽生长起来 到时候啊 它就生长成一个有独立主干的 棒棒糖式的这个蓝雪花 这种修剪下的蓝雪花的小苗呢 直接给它牵插在这种营养土中就可以 这个营养土是用的 泥炭土珍珠盐和制十一比一的比例 牵插起来就可以了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觉得说的有